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给兰花上盆的一些技巧 因为这段时间慢慢进入秋季 很多花园可能会给自己的兰花换盆换土 那么把握好技巧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重点 那么这个就是兰花植料 是提前配置好的 然后给它泡了一点水 上期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配植料的一些方法 那么这一期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我们如何正确给它上盆 上盆之前首先要对盆或者是垫底的树皮给它削下土 很多花园可能会用一些泡沫 或者是用一些石头或者是砖块的做垫底 那么我建议大家用这种树皮 因为这种树皮它后期还会慢慢的分解 分解出一些兰花的共生菌来相互提供养分 但是大家选树皮一定要选一些经过腐熟的 不要有一些生的树皮 给它垫底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这个植料一定要经过消毒处理 比如说用多精灵或者是用戴森猛性 戴森猛性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接下来就是给它上盆 我们直接在这个盆底垫上一些植料 然后直接放上兰花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兰花放入盆内 一定要把这个炉头 跟这个兰花的盆口 平行 然后用这边手抓住兰花之后 这边手就直接给它填入植料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把植料填入上面部分之后 要拍打盆壁 让这个植料更加贴合根系 接下来一个动作非常关键的 就是用一点杀菌药 因为兰花 它是比较容易受到一些细菌感染的 所以我们在兰花的盆的周边 放上一点杀菌药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继续给它加油植料 还有一个小细节 值得大家注意的 就是兰花长新芽的这个地方 居中 这边这些老苗 往盆壁偏一点都没关系 因为兰花它长新芽的 都是往一个方向长的 那么这个新芽的地方居中 这是最合适的 那么我们给它上好盆之后 如果说大家想要铺面的话 也可以用一点火山石来给它铺面 用火山石来给它铺面 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浇水的时候 这些松树皮不容易被冲走 这个兰花的炉头最好裸露三分之一 在土壤的上面 这样就把这个兰花上好盆了 接下来不要急着给它浇定根水 因为这些植料都是经过泡水的 我们不需要给它浇定根水 再过三到五天左右 我们再给它浇定根水 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来养护就可以了 过一段时间给它浮盆了 我们再给它适当的施肥 那么这段时间我们只要清养就可以 不要给它施肥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